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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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一口井的青蛙 大雨來了 然後我要往上爬 可是底下的青蛙說 我們都不好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 應該會漏好 大後 越漏越大 你要爬我 不可能 我們都會死在這裡 但是那隻青蛙 他靠著自己一直爬上去 結果原來那隻青蛙是幼龍幼牙 所以我現在要當一個幼龍幼牙的青蛙 我才有辦法繼續走下去 我是蔣約會 然後我在 我做羅騰元也做了 從我當志工到現在 應該是三十多年 應該是十九歲的時候 就進入這個團體 最後我也是把羅騰元 跟我的政治 就是議員的整個 可以說是整個資源連結在一起 我五妹喔 宣傳這看板 極致黨派跟總部 有人說要給我看板 我說不要 如果你要看板 你把那些錢化成給我們 因為其實我不是只有養這些人 因為我還有做社區的 然後還有養社區的小孩 他們比較弱勢的 因為其實一個人定一生 是在小時候的生活環境 三到六歲 所以我怕他們遲緩 所以我有去送他們去 幼稚園上課 所以他們的學費 教會付一半 我付一半這樣 所以我家人就趕快回來 有些人就酸我 說你不要 你是神 你一直 明天在美光燈下 那我覺得我一直都被霸凌 我一直都被默示 而且你看我做的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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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邊拉小廳 我就一步一步慢慢累積 我就想說 沒有人關注我沒關係 但是我可以讓每個人都沒有負擔 所以你的一塊錢 五塊錢一百塊不造成負擔 所以如果可以擊殺船塔 我一樣可以養我這一群 所以突然之間我被當神 以前我都被當成地獄的 也萬物不捨的 萬物不捨的人 萬物不捨的人 我一下子被捧上那個天 天的 像神一樣 為什麼不讓我好好享受呢 謝謝 講一位議員 我要在這邊嚴重的抗議 我身為一個屏東市所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我為了你發聲有什麼不對嗎 為什麼同事議員 要具有其他議員叫我說 別人不要給我連署 而且還到議會 還到議事署說 我的議題是亂七八糟 要把關才能夠送上來 我覺得我要在這邊嚴重的抗議 因為我現在我在議會 我也是被默示 在學校也被默示 所以我說為什麼我會獨來獨往 因為傷害你的人都是你最親近的人 我獨來獨往的話我比較安全 他就說我身心很不好 八糟還要硬脂硬朵 還有工作做不好 你說他有綜藍親女 我覺得也沒有 因為他才有疼我最小的妹妹 因為他說我最小的妹妹是 省路來出事的 他要學鋼琴的那樣最小的 我媽也沒反對 而且我那時候要學鋼琴的時候 我父老公 他也無從管我 因為我自己賺的錢 然後就做小孩 那時候夾夾著別人 怎麼有的不的 看到我 就一股莫名的目氣 我妹妹問他 他說他也不知道 那個廠商跟我爸借錢 結果錢沒還 我爸卻把他們全家人 借到我家裡來 所以要租房子 結果後來我跟他這個廠商的兒子 談戀愛 然後後來我那個朋友他去 擺佈念書 然後我們就失聯了 後來我才知道說 他在這個習的女教室 才會來當舞蹈老師 義務的啦 所以我才追過去 然後最後是 後來新娘不是我 一開始當然會覺得很難過 然後我覺得覺得好奇妙 我覺得說 哇 我還感謝他 還好 新娘不是我 在這個當中就是 我做了這個之後 我才發覺說 欸 我把他做起來了 我是小婦女 哈哈 因為人家喔 就是說 背後來說 欸 你們妝妝有夠厲害 有辦法把羅騰遠 講到這樣 所以 我媽 有肯定我 對 我會去做羅騰遠 可能也是她 她的肯定 所以我才說 怎麼樣我都要走小 而且她 我有講到說 她死後的時候 她有遺書說 要留10萬給羅騰遠 我一直都記得 兩個 兩句話 她說 父母對孩子的愛 那是一個責任 但是你愛一個 沒有血緣關心的人 她才是叫做真正的愛 對 對